Hello,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忠哥 今天是11月13号,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解盘 那一开始呢,还想麻烦大家 帮我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也欢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这边呢,还想麻烦大家拿起你的手机 帮我把这两个群组呢,都加起来 Lite呢,是小小鼠,BBA5820H Telegram是Fi17168 请大家呢,两个群组呢,一定都要做加入 同时呢,也请大家扫描这个QR Code 订阅我的YT个人频道 那也请大家帮我把这三个QR Code呢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请大家帮我这个小忙 那再来,我们看到你来问呢,哥来回答这一趴 那这边呢,就是谢谢大家的爱心 你们的爱心呢,我都有收到 那这边其实呢,我们昨天呢,有一个小活动 就是呢,众哥在寻找 寻找这个老铁粉 那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众哥呢?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好吗? 你可以跟众哥来个就是个互动 那为什么众哥会有这个活动呢? 主要是想看看大家好不好 想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在这个市场上 因为呢,其实呢,这个市场上就是呢 只要你没有离开这个市场 就是呢,还不到订输赢的时候 只要你还在这个市场上 永远呢,有赚钱的机会 所以呢,这边如果你过去 有受到伤害,那没关系 只要你呢,不要害怕跌倒 只要你可以敢站起来的话 我相信呢,都有机会逆转胜 那这边呢就是 大部分好像都是2022年认识我的 2022年呢,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记得是空头年吧 2022年是空头年 对,联储会的暴力升息 那我不知道这些朋友是在哪一段认识我的 但是我相信呢,不管是哪一段 我相信2022年,我绝对呢 没有让大家受到大伤 2022年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加权指数呢,是呈现一个重挫 那当然我不敢讲就是呢 我从来没有就是 呃,没有看错的时候 我一定会有看错的时候 但是呢,我敢跟大家讲是 我没有让大家受到大伤害 只要你照着我的方法 照着我的进出 照着我的扣讯 做好你的部位控管 该进就进,该出就出 我相信呢,你绝对呢 没有受到伤害 因为呢,在这一段的时候 在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有跟大家讲 这边呢,如果呢 这边呢,跌破的话 就是一个头肩顶成型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过头去看我的影片 所以在当时候呢 我们这一段呢,是完美的避开 完美的避开 当然中间呢 中间会有受伤的时候 中间受伤的时候 就是可能是 乖义程度过大的时候 我们去抢反弹 但是结果却受到伤害 受到伤害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 你能不能赶快退出来 那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事呢 呃,其他人看错了 继续摊平 继续凹单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赶紧的退出来 那赶紧退出来之后 才有后来的大转 后来的什么大转呢 我记得在 呃,2022年的时候 有这档 4768 金城 对,金城 那金城科技呢 我当时候股价大概100多块吧 对,100多块 那这一段 这一段 就是断到这一段 2022再过来一条了 在这一段 在这一段 对,当时还不到100块 那我们在这一段有进场 然后这一段呢 法术会的时候 我也有进场 所以同志朋友 我们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呢 因为我们的单子呢 都是真金白银的 我们绝对呢 是有进场的 跟那个什么 就是只要有推荐过 就讲了就是 就我们跟那个不一样 因为他每天都在推荐股票 但是我们是当下 有进场 那为什么买这个金城科技呢 最要是二乌战争 所以有时候呢 事情呢 就是一体两面 那当大家看到 二乌战争 会让通膨 通膨扬升 所以使得 年轻会抱一声 一起走一个空头年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二乌战争 这边有很多半导体的 特殊气体呢 没办法从俄罗斯出口 所以这边使得呢 金城科技呢 逮到这个 这波浪潮 它往上呢 大涨一倍 所以这边其实呢 这边我跟大家聊到的是呢 现在中国 跟着说美国禁止台电 出口7奈米晶片 到这中国大陆 那禁止出口 那这边其实你要反过来想 谁会受费 有人受害 就是有人会受费 所以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那我记得 在2022年的时候 还有做到这档八贯 八贯呢 就是跟顶基一样是好朋友 2022年八贯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八贯就做到这一段 当时候是连续线的跳风涨停 那顶基呢 我们也有赚到 顶基呢 大概就是赚在这一段 顶基就是赚到这一段 在这一段 在这一段 对对对对 所以这边呢 我们想跟大家就是 来个互动 请你来个帮众哥留言好吗 让众哥知道 你现在非常好 对 因为呢 就是我们就是 保持一个良性的 那其实呢 我们这边敢这样跟大家讲 就表示说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边还有个2020年的 2020年认识我 所以这代表说 景气呢 或是股市 总是有它的循环在 不可能永远走大多头 也不可能永远走大空头 那差别只差债 你能不能照着你的几率 去执行你的计划 那其实呢 我相信呢 我们这边呢 就是不断地跟大家强调 我们是全市场最守纪律的人 我们呢 这边呢 就是看错 赶快推出来 我们不会去什么 凹单啊 什么继续摊平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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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一句话 就是呢 往下 那往下买的 那个是叫摊平 只有往上买的 才叫做加码 老板你知道这中间差异什么吗 中间差异代表说 你有赚钱 你去打加码单 很OK 但是如果你去赔钱 赔钱的单子 是没有人在打加码的 其实呢 我的方法 我的观念 我都没有变过 所以还是请大家赶紧来跟我互动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一定会播控上来回答大家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呢 我们特别跟大家提到 这两万三千点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 因为两万三千点呢 就是这里 七月起长点 所以七月起长点 这边是一个很重的反压区 如果说这反压区占不上 那你跟我说要 要攻这两万四 那自然而然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这边两万三占不上 今天呢 就再次做一个回撤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 我们昨天有跟大家特别聊到 这里行情呢 在川普上任之前 大概率呢 就是走一个横向 横向哲领 个别股表现 那也请大家把握这段行情 因为明年 川普呢 到底会有什么惊人之举 这种歌也不好说 而且我们有特别跟大家聊到 川普的减税政策 短线对股市是有利的 但是他的高关税 跟移民政策 有可能会让通膨再起 所以这边要请大家 就是赶紧把握这一段 这一段呢 就是你错过了 明年呢 可能会相对的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目前上上颁预估说 明年的年化报酬率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一段 那现在就看看呢 这个横向的区间整理 那好消息是呢 外置的期货空单呢 这边呢有再做一个回补 那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聊到 就像外置的仓位呢 你要把所有金融商品呢 合在一起看 你只要看期货不行的 你要看看现股 还要看看ETF 甚至要看到这个选择权 那为什么会这样变化呢 因为呢 外置有时候会在OP这边去锁单 或是有时候会在现股这边呢 去做套利 所以你要把它放在一起看 那这边如果你只很担心 外置期货空单5万口 那我跟大家讲 那这边4万口 你不担心吗 那4万口你应该要很担心吧 事实上外置空单 这边呢已经常态性了 如果你有去统计的话 应该已经常态性 有半年以上了吧 如果你有统计的话 这种歌这边看到下来 至少一定超过半年以上 那超过半年以上 这段时间行情没有涨啊 行情有涨啊 这段时间你说外置被嘎吗 没有没有没有 外置其实不一定会被嘎 它有时候只是在 金融商品这边去做一个套利 真正呢 真正它要赚到钱的 平常是赚在那边 但是真正在大的时候 或许是在波段走出来的时候 所以现在 现在只是一个区间 那区间呢 我觉得大家就是 把这个放在心上就好 你只要记得 不追价 找拐点就可以了 那再来是看到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呢 还是相对比较弱 那年底作战行情呢 选大不选小 这种个看法没有改变 那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昨天又跟大家提醒 就是统计资料上 降息未伴随的经济衰退 大型股的表现呢 会优于小型股 那你去想哦 如果说经济没有衰退 利率一定是维持在高档 维持在高档 这些中小型股的经营压力 会非常大 而且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在疫情那时候 很多家企业 就是募集的非常多资金 就是不管是现真还是发债都好 就是募集的非常多 但是那时候是零利率 所以同样 现在债券快到期了 那这些公司呢 他确实没在销 为什么 因为当时候是零利率的债券 现在要再借薪还救 或是有其他需求的话 必须要怎样子 发行呢 4到5% 甚至有的要发行到 6%以上的利率 所以请大家去记得 这里小型股 我觉得压力会非常大 大型股手中呢 我还有现金呢 可以去偿还这些债券 但是小型股 接下来就是 对 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内支呢 内支是连续性的卖超 所以这里看起来是 内支呢 已经呢 做完账了 正在准备结账 所以这边呢 中小型个股 请你避开 因为目前看起来 这内支呢 是往大型股去做打单的 那回过头来看一下大型股 大型股 你呢 重头戏来了 明天呢 重头戏呢 就是呢 鸿海的法说会 那鸿海法说呢 到底呢 会怎么讲 中哥目前呢 是倾向是好的 那明天呢 我们在解盘上面 再跟大家做个追踪 那我们现在已经赚一倍了 现在只差别差债 要不要加码 或是加码还没 或是现在要做解码 差别就只差在这边而已 那我们赚一倍呢 从三月 跟大家一路分享 这个隐形王者 那这边Shop的利空呢 我们也是跟大家聊到呢 就是呢 就像Shop的利空 已经是过去设 待会我们会再跟大家 追踪一下Shop 所以从120 这边一路加码 加码 然后呢 227 把这加码单呢 通通呢 都给获利卖出 那获利卖出呢 这边留下基本单 那基本单 我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呢 这里我会区间来回做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呢 直接公开跟大家做分享 9月3号 就跟大家讲 哎 我卖出了 你隔天卖掉 我相信呢 这还有个很漂亮的价位 9月19我买回来 我相信呢 你有很漂亮的价位 可以买 那站上基线 我打加码单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加码单呢 获利调节之后 留下基本单 那现在明天呢 要不要继续打加码单 或是已经打加码单的 要不要抱着 那这种歌呢 这边呢 嗯 这种歌这边 有点想开杠杠杆 为什么呢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呢 鸿海的这个NBL72 微软的最大的独家供应商 就是呢 微软的三万柜 都是鸿海独家供应 那这个我们都跟大家追踪过 时间关系我就先跳过 那这是鸿海的自制零组件 高达八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呢 近期的行情呢 就是在反映呢 这个零组件 NBL72的相关零组件 比如说呢 这BPU 对 BPU这种歌错过了 对 那没关系 但是呢 后续行情 终究会持续反映这一块 那到底有谁呢 就是请大家 你可以回过头去看 我们过去的影片 或是跟上我们加入成员脚步 这边我们想来推敲一下 鸿海的把说 那我预期呢 鸿海的把说呢 应该是会非常亮眼的 因为呢 工业复联 这边呢 也是交出了一个 漂亮的成绩单 那鸿海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789的营收呢 也是非常棒 789营收非常棒 加上GP200 11月12月 要开始顺利出货 明年大量量产 所以这也代表说呢 这边呢 其实这展望呢 是正向了 目前大家也是普遍 这样的预期 那我比较关心的是在 鸿海的毛利率 能不能往上提升 那鸿海毛利率 为什么会往上提升呢 其实我们先前有跟大家聊到 目前鸿海 不是只有做代工而已 它现在还有点设计人业 那设计能力呢 只要往上提高1% 提高2% 那毛利率提高1%2% 其实呢 对EPS贡献呢 是非常大的 因为鸿海营收事业体呢 非常的大 所以提高了1% 提高了2% 那EPS会不会往上增加个1块 或是往上增加个2块 好不好 你想一下 增加个1块就好了 我们抓1块就好了 那本益比也不要抓多 我们抓15倍就好 15倍是算有点低估了 因为目前台湾的代工业 大概有15到20 我们就抓15就好了 怎么样 1块15 这边其实呢 股价会上涨15块 所以如果因为这样子 毛利率往上提升 那股价多增加15块 你觉得这样的法说 好不好 中哥是蛮期待的 所以中哥有点呢 想来开杠杆 那这个开杠杆呢 就是我有点想用全证呢 来去开杠杆 那到时候就看看呢 明天怎么看 所以呢 你的基本单 加码单 再用全证来开杠杆 我觉得挺好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预期到 就是法说可能会蛮好的 再来就是呢 说工业负责之外 Shop这边呢 也开始转亏为盈了 那转亏为盈 所以这礼拜 就是说明天的红海法说 我认为呢 应该不会爆雷了 也就是呢 业外收益这一块 业外这一块呢 应该不会再有亏损的状况 所以本业如果很好 业外这边呢 也开始有转投资的贡献的话 那我觉得Q3财报呢 应该就可以乐观期待 所以呢 我会呢 这边呢 除了基本单 加码单之外 我应该呢 会再开个杠杆 打这个权阵 所以呢 欢迎大家可以赶紧的跟上 我们加入成员脚步 那就是呢 请大家赶紧拨打电话 02-2321-9933 明天呢 就是最后一天的机会 红海的最后的加码点 请大家赶紧的跟上我们的脚步 那台电呢 我就快速带过 我们刚刚提到台电呢 就是有人受害就会有人受惠 那这边呢 其实我们会密切去留意一下 台电呢 什么时候再重挫 最好是能像这个8月5号这样子 台电重挫 然后我们赶快去把它买回来 那这边呢 喊巴朗当 也是赚了三十几% 所以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年底作战行情 选大不选小 但是在区间震荡的过程中 请你保持不追价 找拐点的节奏 所以来到区间上缘 我完全不想追 但是如果来到区间下缘 那我一定会用力买 所以呢 现在请大家赶紧跟着 我在这个区间呢 来回的赚 那这边呢 其实来回的赚 其实这利润呢 也是非常大 我们刚刚已经有跟大家展示过 就是我们刚才红海 区间来回做 这个来回 有时候就是10块 有时候就是20块加差 10块20块加差 买个一张就有一两万 那你要不要赚 我觉得赚起来 其实很好花 所以这边请大家赶紧跟上 那最后时间追踪一下 这个货归 应该说散装航运 那现在近期 散装航运呢 其实表现的是蛮强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 域名呢 这边呢 是呈现了一个 每天都在创新高的态势 而且这筹码看起来 非常漂亮 那散装航运呢 这边呢 在反映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先前有跟大家聊到 中国就是带动油料 散装航运 那现在重点又来了 川皇 川皇的高关税呢 所以现在大家会赶在 川普上任之前 赶紧出货 赶紧拉货 因为这边呢 如果到时候川普正式上任 课程高关税 其实呢 对厂商压力呢 也会非常大 所以趁着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看到很多企业在抢柜 抢这个货柜 在抢船 所以这边开始疯狂囤货 所以请大家记得 散装航运 这里呢 我只是短打 那短打 短打 其实呢 也有10来%的报酬 甚至已经快迈向20% 那这边呢 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在川普上任之前 我会把这散装航运呢 适时做一趟调节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现在先疯狂囤货 那也代表说 川普要上任的时候 可能这效应就开始慢慢递减了 所以散装航运呢 或是这个鸿海或是台电 我们今天先帮大家追踪到这边 那鸿海明天的法说 到底聊到些什么 我们会在节目上帮大家更新 那请大家持续锁定 也请大家赶紧拨打电话 0223219933 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我们明天见哦 谢谢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